下面我们要送祝福 祝贺航天员翟志刚百天快乐 咱们把话说完整 是祝贺翟志刚累计载轨工作100天 说的没错 咱们的神13乘组进入空间站 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再加上此前的神周七号任务 翟志刚累计载轨工作已经达到了100天 这个百天快乐 对不仅如此 翟志刚还是目前出舱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而这次神13飞行任务 它已经完成了两次出舱任务了 而在2008年神周七号飞天 翟志刚是我国首位出舱的航天员 也因此被誉为是中国太空漫步第一人 2008年的9月27号下午的16时41分至17时 翟志刚穿着中国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 圆满完成中国首次的空间出舱任务 成为第一位出舱活动的中国人 翟志刚以自己的一小步 迈开了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历史性一大步 我们中国从此成为了世界上 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技术的国家 翟志刚1966年出生于赫龙江省 吉吉哈尔市龙江县1985年入伍 1989年的毕业于空军第三飞行学院 曾任空军航空兵某师战斗机飞行员 飞过歼7-8等机种 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 1998年1月 翟志刚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 经过多年的航天员训练完成了基础理论 航天环境适应性专业技术等八大类 几十个科目的训练任务 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航天员专业技术综合考核 2008年9月27号 在神舟7号载人飞行的任务当中 翟志刚完成了中国人首次太空行走 13年之后 翟志刚是再一次以指令长的身份 达成了神舟13号飞船征战太空 13年来最难的不是训练有多难 也不是工作有多难 更不是学习有多难 最难的是如何能够将一件简单的事情 用最高的标准和热情十遍 百遍地把它做好 日复一日的训练一次一次接受挑选 是什么支撑他一路走下来呢 我们小时候就是玩 也没有航天的航天梦 当我上了初一的时候 初一开运课 有一个铜片上面 一架飞机一个飞行员 底下用英文叼着铜飞机 那时候没记住铜 光记住 哎呀 我要是长大了都当飞行员多好 没有想到 高中要毕业了 他就记得很难 这个空军到我们龙江县 龙江二中去招飞行学员 没有想到我这一提眼 样样都挺好 要招航天员了 我又赶上好时候了 我没想到一提眼 一选拔 我还是都挺好 我都不敢相信 我现在就是航天员了 都挺好 要不怎么说宅之刚话是宇宙级的段子手呢 听得来说一说吧 就是怎么说自己首次出舱的感受 我有一种超能力 我经常做过母 别人都不能飞的时候 我在地面我就能飞 常年在摩底区里头 四次就一遍一遍地运动 在这进了飞船之后 进去之后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好像又进摩底区了一样 跟着倒计时了 1987五公里 再一鼠 发现这回真的要点火了 这回真正 一看火箭的推力是真大啊 等到火箭一关机 这种推力一消失 什么感觉呢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托年有一个人照片后我一脚,一踢,我一放个儿,人悬起来了,死我了 当时很高兴,我一看这天真来,怎么样,是狼的,一看,哦,这是地球 刚开始还以为蓝天带着白云的,一提头一想,不是,不是蓝天带着白云,是地球带着白云 一看,地球也在空的旋游,也似乎靠,看着地球都不安全,怕地球都飘跑 怎么样,待会听听这翟翟刚刚的航天脱口秀够精彩了吧,难怪网友们说这个宇宙的信头是东北,这事坐实没跑了,上天一个东北人可能带回来一飞船的东北人 让我们期待一下航天英雄圆满完成神十三的飞行任务凯旋归来,然后继续唠唠宇宙级的故事